然后我想说一下农业食品试点 那这个为期三年的项目是从2020年到2023年 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又得到了延期 延期现在是到2025年的5月14号结束 它其实是特别的想解决的就是农业食品 以及劳动力相关行业的短缺的问题 尤其是肉类加工和蘑菇生产这些 每年可以最多的接收2750个申请人 联邦移民部其实每年1月1号会更新这个配额使用 那先到先得 这个项目的要求 首先55岁以下是我们的一个建议的年龄 当然如果你年龄最大 你说60岁可不可以去同事农场的工作 当然如果你的体力或者是精力允许 不是不行的 申请人的话 在过去三年中至少要有一年的 非季节性的加安大全职农场的农业的工作经验 就是说它的这个1560个小时 必须是持有Limia的这个状态下 所申请的工签的这个下面拿到的才算 如果你是持有的配偶工签或者是毕业工签 你去同事一年的农业农场工作 这个是不能走这个项目的 所以如果想走这个项目的话 那面临着农场雇主或者是相关的雇主 帮你去申请这张批文向导工签 你拿到这个Limia去申请到相关的封闭时工签 然后去同事这个1560个小时的工作 才可以去走这个农业食品项目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它是要在魁贝克地区以外 就是薪资同样的需要等同 或者是高于当地的同行业水平 英语的要求呢 它只要求CLB4 那也就是私培的4个4 或者是雅思G类的这个4.5 3.5 4和4 然后需要高中以上的学历 如果是加安大以外的学历 需要ECA认证 然后同时有具备的足够的安家资金 那容不容易做到 工签好不好拿 积累到这个工作经验之后 是不是一定可以提交这个项目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 肯定是现在申请人问的最多的了 还是要注意吧 完全和农业食品不相关的这样的话 这个万一拿不到这个工签怎么办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已经在从事相关这个工作的话 明年或者是后年是有机会的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个工签 并且还没有开始积累工作经验的话 那其实唯一的一次机会 就只有2025年1月1号 然后这个名额呢 也是先到先得 所以其实大家要有一个 从风险的角度考虑 就是说万一这个名额拿不到怎么办 然后合规职业列表 一共它会分成三个大的类别 第一个类别的话呢 就是肉类产品生产 第二个是温室苗普和花卉栽培生产 包括蘑菇生产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是畜物和鸡蛋生产的类别 如果是走这个项目的话 我觉得心理上可能也要先有一个准备 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工作环境 年配额的话 其实2750个名额 这个从今年开始的话呢 政府不再对农业类的这个职业种类配额加以限 如果是因为达到了年配额的话呢 那申请是会被退回的 那申请费也会退回来 重点是说如果走了这个项目 万一没有递交上这个申请的话 那其实可能想再去转其他的移民项目 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这个职位已经定得非常死了 您好 我这边是多资处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哦 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对吧 没问题 那我帮您